这么些年有很多女性的网友找雀姐来聊天 雀姐发现只要是你有原生缺陷 只要是你有原生缺陷 就是你怎么样腾挪跳跃 不管你是在原生家庭的血缘关系里面 还是说你想脱离血缘关系 走入性缘关系 或者说甚至是普通的社交 普通的交友 普通的就同性是同性的交友 或同性的情侣 或者是怎么样的 在这种原生缺陷里面的 非常少的资源支持下 你怎么样的腾挪跳跃 雀姐发现这么多女网友 是很少能够跳得出原生缺陷的陷阱 什么陷阱呢 那就是马太效应和囚徒困境 这两个啊 你找这个朋友啊 不管是性缘关系 还是普通的这个友情交友 最后呢 这个所有的这个是你这个血缘关系之外的 这种所有的这种社交关系 不管是性缘关系 还是这个社交关系 他都是看你这个原生 这个资源支持的 你去找这个原生资源支持呢 你相应能呈现出来的心理状态啊 你的这个情绪价值啊 你的情感状态的心态啊 你的精神能量啊 能够给到别人的都不够 都不够不够吸引到对方 来给你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 那缺解跟这些网友都是因为缺解能够给到对方 啊 为什么这么多网友来找缺解啊 他们觉得呢 缺解能够给他们提供 不仅提供情绪价值 还有有效的建议 比较切实可行的建议 啊 他这还是一种利益共同体 是吧 这是一种精神上的 啊 这种意识上的 思想上的 他觉得你有价值 所以他们都来找缺解 但他们本人呢 确解发现啊 就跟他们聊天啊 发现他们本人是不具够让人招人喜欢 让别人觉得他们有吸引力 啊 有这个 能够给到自己什么 比如说不能给到缺解什么 就相应的这种精神反馈 啊 不管是这个情绪价值啊 还是这种 啊 情感上的这个反应啊 他们都是啊 就是封闭在自己的小圈子里 心里就 一直啊 在咀嚼着反处着自己那点破事 对别人的事是漠不关心的 他们缺少对别人的 就是这种共情和同理心啊 确实有时候也偶尔抛出一点啊 自己的这个原生经历啊 原生家庭的经历啊 发现他们没有反应 他只是啊 无限的榨取你的情绪价值 无限的榨取你的爱 这个搜取你的爱啊 你的有爱啊 当然是 但是呢 他们想不到 同样的反馈给你 就一点点都没有 他就说的 比如说澳大利亚的 你为什么缺姐有时候忍不住就会 就嫌的烦啊 就会抛弃他一下 然后他又哭着好点找缺姐 就是因为呢 缺姐发现他这种情感上啊 这种精神上是自私的 他只想着他自己 他不想着 你也要反馈一点啊 就你的这个共情啊 你这个情感反应给一点我 他想不到的 他就觉得 哎呦 你你你你只要关心我 你只要爱护我 只要爱抚我的精神就行了 我 我不看着你的 那这种人 你说这么自私的人 谁愿意 就是一直的 无限的你被他榨取呢 榨取你的情绪价值 你的情感价值呢 那你就想收回呗是吧 你就想终止这种 不公平的这种交流是吧 但是呢 他不行啊 他就拼命的说 我要送你礼物 我说我又不让你 你这个送我礼物 我不缺是吧 而且呢 你送我的那些东西 都是呃 这个溢价太高的 三百多刀啊 就买那么三件 一个盘子 一个碗 一个杯子 我他妈我有病 是吧 你送我这么贵的东西 是吧 而且那个 看着那个东西 设计什么的 没有一点的 这种跟价格 相匹配的价值感 没有什么这个 特别突出的 让人一眼看着 就觉得很贵的东西 实际上就很贵 他就卖个品牌 是吧 就缺解不需要 这样的这个礼物 就是你拿礼物 来换取缺解的 这个情绪价值 啊 还有这个 思想价值 缺解不需要 因为确实本身 让自己的经济啊 比这些网友的好 好太多 我为什么要跟穷人 要钱呢 是吧 我 怎么着我比你们 还富有呢 我干嘛要管 你们穷人 缩取这种 金钱上的东西呢 是吧 那确实不要 就是说啊 就是我们这种 原生家庭有缺陷的 这个出来的 这些孩子们 你怎么能够让 这个世界觉得 你有价值 能够跟你 达成一个利益 共同体 这是非常难的 一个课题啊 你只要你 脱不 你脱不破 这个困境 你就永远 是一个 在那个笼子里 不停奔跑的 小仓术 永远都 走在这个迷宫里 这就是死循环 是吧 你们就看着吧 就是如果说 信用关系 很多网友来 跟缺姐来 征询这个建议啊 说怎么样 找一个靠谱的男人啊 真的 就是不管你们 怎么找啊 发现啊 都是不靠谱的男人 投奔你们来 靠谱的男人 根本就不找你们 因为缺姐呢 这以前啊 在一个 比较 怎么讲 就比较人精汇聚的 这么一个学校 读过书 确切发现呢 学校里啊 就是那种 优秀的男生呢 都卖屁股去了 剩下的外国雷嫂 来跟你争夺 这个利益的都是来 想这个 吃干扎劲你的 而且呢 不吐葡萄 他还觉得 施舍跟你一样的 就这种 诡计多段的 穷两次 他是围着你转的 他想 对你啊 这是 窥似着你的 这个一点 剩余的价值 他想把你最后 那点剩余的价值 都给掠夺掉 缺姐能闻到那种 穷男人的那种贪婪的 而且呢 又抠又贪的那种气息 缺姐也不扎 优秀的男人呢 那是很高傲的 优秀的男生 非常高傲的 理都不理你 看见你就一脸高傲 是吧 人家卖屁股给这个富人 人家屁股不卖给你 所以呢 这个 这个 缺姐就明白了 啊 就因为是在 人精比较多的 这么一个环境里 小圈子里 缺姐的就发现 啊 原来呢 这个 靠谱的男人呢 肯定会觉得 你资源少 觉得你价值不够 就不会愿意 来跟你形成 一个利益共同体 就不会要你 不会选择你 而不靠谱的男人呢 都是觉得 你还有一点 的胜微的价值啊 他想诈取你这点 胜微 就把你最后 一点胜微价值 给你掠夺掉 然后他就跑掉了 就短择你的 优秀的男人 靠谱的男人呢 他不会常择你 不靠谱的男人 对不来 短择你的 你说这个 最后呢 就是如果说啊 就是万一啊 你们都落入不幸啊 就是说在这个 择偶过程中 不幸落入了啊 就是什么呢 你误以为 他是靠谱的男人 你误以为 他常择你 但是呢 这个所谓的 开始伪装成 靠谱男人的 这个人呢 最后呢 他还是会剖析你 他发现跟你 没办法形成 利益共同体的时候 他对自己 估价特别高 把你估价 估得特别低 因为原生缺陷摆在这儿呢 是吧 原生的困境 摆在这儿呢 他就会把你的估价 估得特别低 最后呢 这个 你开始 你幻想了 他是靠谱的男人 最后他又 极大的概率 变成不靠谱的男人 最后呢 他把你偷出来 最后你还是落入 你还是要跟你自己的原生家庭 争夺这个生存资源 这不 你看 然后原生家庭 他又是拒绝你 把你拒之门外 你说你怎么活 这不就是囚徒困境吗 囚徒困境 什么叫囚徒困境啊 就是 受害者 或者说弱者 或者说受困的人呢 是互相出卖的 是互相陷害的 就是底层互害 就熟练底层的人 永远都是互害的 你怎么样 挣脱这个囚徒困境呢 你怎么样 挣脱这种 穷者越穷 弱者越弱 然后贫者越贫 就匮乏的这种困境呢 这不就是马太效应吗 所以说呢 这个缺姐 昨天在视频里就 有点感慨啊 为什么 缺姐就是读书期间啊 就发现有些 特别优秀的女生啊 早早的就傍上大款了 人家才能 就是那种 也有原生缺陷 但是个人能力 是非常图书的 个人条件 个人天赋 个人资质是非常好的 他们就早早的傍上大款 他们就很早就误到了啊 就说我只得 帮上大款 才能把我捞上岸 只有这样 才能让自己走出 自己和原生家庭 对这个生存资源的争夺 因为呢 只要你原生家庭 有缺陷啊 这个父母 他就会剥夺 子女的生存资源 为什么缺姐聊了那么多 离异家庭的这个孩子啊 女性的网友比较多 发现他们全都发现 都有一个扎爹扎妈 妈也扎 爹也扎 爹就更扎 是吧 那这怎么办呢 这个爹也不肯给这个孩子活路 妈也不肯给这个孩子活路 那怎么办 你怎么样走出这个死循环 那走出去说 你不管是回到你的 秀养关系里 回到原生家庭里 还是走向你的性缘关系 或者说你的社交关系 这都是死循环啊 这就是死循环 这就是怎么样 就是二律被返的这种死循环 你怎么走出来 这是一个特别浩大的工程 特别艰巨的任务 就是原生家庭有缺陷 这就是你要克服的 这种死循环的这个难题 巨大的难题 缺点年轻时啊 是看不到这个东西的 是想不到这个道理的 缺点年轻时啊 还误以为自己付出多少努力 就能收获多少 耕耘多少收获多少 在职场上啊 你或者在社交关系上 你在什么择偶上 各个方面都会告诉你 刚才缺点说的那一套 这个死循环 所以呢缺点呢 就在年轻时也曾经啊 就是在生存问题上 挣扎了很久 一直缺点一直不相信 我付出努力了 我非常辛勤的耕耘了 为什么我在这职场上 没有收获呢 不知道职场有多少钱规则啊 所以呢这个缺点呢 就是一直就被这个 原生的困境啊 给暗死在这了 暗死在基层上 再说一下啊 这个生不生孩子这个问题啊 说白了 缺点是很早就发现 这孩子就是最直接 和父母争夺生存资源的竞争对手 那确实高中时就 误导了这个道理了 这孩子之间呢 就是说几个孩子之间的竞争关系 完全就是 这个本质仍然是 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竞争关系 因为呢 这个父母只选择其中一个 最能体现他们的意志 他们愿意把这个孩子 作为纳入自己的利益共同体的 这个孩子 代表着自己啊 来 以这个孩子的借口来剥夺其他孩子 没有和就是父母不认为 这几个孩子是自己的利益共同体啊 体现不了他们自己的意志 一般来说都是女孩 而体现他们的这个父母的意志 父母愿意把这个孩子纳为他们的利益共同体 一般都是儿子 那就是以儿子的借口来剥夺女儿的生存资源 孩子之间的这个竞争对手关系 本质就不就是父母和孩子 这仍然是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竞争关系吗 本质上就是 这个父母在剥夺啊 不被认为是他们的利益共同体 也不是他们自己自我意志的化身的这个孩子 父母就不想让这样的孩子活一般来说都不是 都想让女儿活不下去 哪怕是离异家庭只有这一个孩子 不管是爹还是妈都不想让这个女孩活下去 他们生出来 都说如果这个父母啊 生出来不被自己不被这个父母认可的啊 作为自己的化身啊 自己的意志的化身 不认为是利益共同体的这个女儿 他们马上就后悔 或者呢 因为他们啊 这个婚姻生活形态的改变 他们就对这个女儿就更加变心 本来对他投入的那个诚意就非常的少 你在离婚什么的 或者算老什么的 可不 这父母对孩子也会变心 你不要说什么变心只存在什么性能关系啊 啊 你老公变心了 你男朋友变心了 不是的 变心的其实是父母对孩子 这最近呢 有个网友跟缺缺说 他和他的父母的关系 然后缺姐呢 还帮着这个网友呢 写了一段这个指责他父母的话 写了小作文 差不多几千字吧 没有这个 六千字 也有五千字 然后呢 缺姐就跟这个网友说 我说就是你父母啊 看了这个缺姐的话 这个小作文很扎心 也不会对你有颠覆性的改变的 我只是帮着你父母 不得不面对 这个他们自己的这个私心和私欲 而不是一直活在啊 他们很正确的这个幻觉里 但是呢 你的父母的原生家庭 不会因此就接纳你 你父母就是良心坏掉了 你父母就是贬心了 对你就是贬心了 就这么一对啊 良心坏掉的父母 活在自己没做错的幻觉里 和终于承认自己是不负责任的垃圾父母 在行为表现上都是一样的 那就是知道自己啊 是个坏逼 但是容然不会改的 和不认为自己是个坏逼啊 所以就要这么做 这两者没这个结果呈现是一样的 这个结果不会有任何的改变 这就是缺解啊 就比较悲观的看法 就哪怕是绝解帮着这个王写的小作文 但是呢 这个坏逼父母呢 他不认为 他是知道自己做错了 知错不改 和 就幻想着自己没做错 所以就要这么做 这个结果不都一样吗 对着孩子的 这个表现不都一样吗 他不会啊 因此就接纳这个孩子 这是缺解的预估啊 而这个有原生困境的这个女孩呢 往往是不会被父母当成 自己的这个接班人呢 或者自己的后代好好培养她的 尤其是在她的这个成长经历里 不会培养她的学习能力 甚至生活自理能力都不会培养 是不是把她抛弃 把她抛弃给 实际上给什么亲戚甩锅 然后呢 这个 如果是年纪大的 那是不会啊 好好教育孩子 那不是他自己生的孩子 他们只想让自己开心啊 老人就就 隔代一样 自己的隔代人 是有什么这个心态呢 就我自己开心啊 就我们老人心里爽 轻松 然后孩子有快乐 孩子也不天天 别别牛弄的跟着我们 如果说我们管教他 他肯定他不开心 给我们也带了很大压力 我们干嘛让自己的这个 晚年生活过得这么紧张呢 这么有压力呢 是吧 那就咱们大家怎么爽怎么来 所以他不会就好好地 培养这个孩子的这个学习能力 生活能力 那就孩子懒就懒吧 我们老人反正没事干 是吧 我们闲得慌 那我们就会帮孩子洗洗衣服吗 这就是老人的想法 但是这样养大的孩子呢 是受不到这个 他一个是不懂人情事故 另外一个是他受不了任何的 这种外界的这个压力和挫折 他也不懂人心 你知道吧 他往往在社会交往的时候 他长大以后 他要独立 要出去工作的时候 他就会处处发现 他跟周围人隔隔隔隔隔 因为周围人都希望 能够会察言观色 会揣摩自己的意思 能够给自己带来这个正向的反馈 但是呢 这种孩子他往往是不懂的 就别人心里需要的东西 他不会提供这些价值 所以呢 这种孩子很容易跟周围人发生了这种各种的矛盾摩擦 还有这种孩子会体现出一种什么呢 就是那种跟外界啊 他不是那么愿意交流 所以呢 这个很多坏逼啊 就会认为这种孩子是很好欺负的 他会主动攻击这种孩子 或者是呢 伪装成慈善的面目来接近这个孩子的人呢 往往是狩猎者 他想狩猎这样的孩子 他想这个榨取这个孩子的最后一点剩余价值观 情绪价值啊 或是性价值啊 或什么的 这就是啊 原生困境 给这个孩子带来的这一生的影响 不管是性格 心理啊 认知啊 还有社交能力啊 都有这样的缺陷 原生缺陷 你说你怎么突破你的困境呢 那就是你还是得利用你 你再整合一下你原生资源 你原生资源有什么优势 相对于另外一波啊 他有这个劣势 但是更有优势 能够满足你的需求的 你就要想办法整合你的这个原生优势 用你的优势做一个田际赛马事的 这种择偶吧 比如说你们要择偶 或者说交友 这不就田际赛马吗 我拿我最优势的马 跟你劣势的马来赛跑 很可能我这个很优势的马 能够跑得过你那批劣势的马 对吧 尽管你的这个马队里啊 就是整体的平均水准 肯定比我的这个我的马队 平均水准要高 但是我拿最跑得最快那批马 跟你跑得最劈的最慢的那批马 一起跑 那就我就有可能赢嘛 对不对 所以说呢 确实就想你们一定要好好巴结自己啊 有些大城市来的 比如说郑州的啊 还有一个上海的 就这类的吧 你们一定要整合自己的优势资源啊 用自己的优势资源来在泽尔上 进行一个田际赛马 至少是吧 那你就更需要靠你的背景了啊 还要靠你的能力 背景很重要 你有没有人脉关系 没有人脉关系 你就很可能是最先被累死的那批马 最先呢 拉墨被这个 吹着小鞭子拉墨的那头驴啊 最后累死在这个墨盘上 真的 职场就这么残酷 那确实也是在职场是 厮杀过的 拼杀过的啊 就不要这个 所以说确实也特别讨厌 看那豆瓣傻逼女权 那种公奴女权啊 说什么 哎呦我在干事业 干你妈逼事业是吧 你们干到死 都没有确实退出职场的那一刻啊 那个职场成就大 居然还说吹什么 就是你又吹牛逼女权 可以说 所以说那你不要跟那 被这些傻逼女权啊 这个忽悠 我要把自己当成 累死的那匹马啊 累死的那头驴来使用 你要整合自己的资源啊 你要怎么样进行一个田地赛吧 假说 我觉得啊 我还要进职场 那就考证呗是吧 你发现你在这个 这个行业里你是没有发展前途的 那就要考其他的证书吧 你要发掘你自己的潜能和你自己的兴趣啊 还有呢 你还要整合这个用工市场 他有什么用工需求 这样你才能进行一个田地赛吧 你仍然是田地赛吧 确实想说的什么呢 不管你是择偶的 还是在这个求职的啊 还怎么着 你突破你原生困境的 这个唯一的可解的方法 就是在田地赛吧 其他的都不可解 什么办法都不要用了 你不要想着 哎呦 我就不要在这个 就什么月炮软件上 或者说是乱七八糟的 这个网聊的这个软件上 找老公找不到的 给你讲 你只能找到一身的伤痕 和你啊 被消耗掉的生命能量 生命能量是非常宝贵的 如果说你的心理能量 一直是被浪费的话 慢慢你就没有这样的心气了 你对自己的要求就放松了 就放低了是吧 你还想把自己的这个 有限的心理能量攒起来啊 这好钢用在刀刃上 寻找至于好的 就是至于性价比最高的那个办法 那个捷径 去让自己提升自己 走出这个原生困境 你不要 再陷入这种马太效应的 这个小白鼠的这个困境里了 否则你这辈子活的 你又没勇气自杀是吧 你说你活了多痛苦啊 是吧 那怎么办 那你就摊上这样的父母怎么办了 你就摊上这样的 垃圾畜生父母 你说你怎么办 你不可选择父母 这就是人生困境就这样 你不能选择你的出身的 你能左右你父母怎么怎么样的 他选择什么样的这个孩子 作为他们的这个意志的代表吗 跟这个孩子 接受他们的利益共同 你不能选择 你不能改变 你想改变 你想赶坏父母 你只能是被这个父母吃的更狠 吸血吸的更多 这缺角对那个澳大利亚的女网友 为什么说 你父母是不能找他的 就是你 你不能回去找你的父母 你 你找 就是被你父母吸血的 但是那有的父母呢 如果是离异家庭的 就可以试着 试探一下 看看你这个 这个扎妈 或者说扎爹 还能给你什么利益 如果能给你利益 他们才有所改变 给你点利益 那就更好 不给那你立马就收回来 是吧 立马呢 你就改变这个主意 人嘛 就是你要损失夺势 不仅是要跟人这个 对话交流的时候 你要察言分色 你还要评判你这个 这个扎爹扎妈 是怎么样的损失夺势 他们到底怎么想的 到底是他们的这个心意 有没有这个被触动 有没有改变 那确确也帮着一个网友 写了一个小作文 五六千字小作文 相当于一个小路门了 有理有据的 循序渐渐的 确确给他写的 然后呢 这个扎爹扎妈 就是扎父母 有没有被触动 或者说触动到了什么程度 对他们的这个扎的 扎父母的行为 能够收敛多少 或者说改善自己多少 能够给孩子做出什么的什么样的让步 那都是一个位置数 只能说事在人为 缺姐尽力了 哈哈哈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